让你觉醒怪兽,你觉醒上古石胸 第361-370章 作者,夜火微凉 第361章,莲淼四兽 虎啸灯塔 小说,让你觉醒怪兽,你觉醒上古石胸 作者,夜火微凉 哦,我感受到那股气息了 眼下那位时觉战将杀来了 呵呵 那时觉战将也是可笑 自以为掌握了四种强大怪兽的力量 自以为是,不把我们百国放在眼里 如今,我们复制了他的力量 而且比他还要强大 我看他还有什么资本和我们叫嚣 呵呵呵 今天我们四人将这时觉战将扼杀在这里 倒也不失为一段佳话了 四兽说话间,那复制饕餐 拎着血色长枪大步走出来 先用他引以为傲的是天神枪 给他迎头痛击吧 他将枪间对准了远处洛明狂掠而来的方向 一股浓郁的煞气在枪间凝聚而成 是天神枪 死吧 时觉战将 死在自己引以为傲的技能之下吧 哄 一道血色洪流奔涌激荡而出 遥遥朝着远处的飞来的洛明轰去 这气息 是是天神枪 不对 没有是天神枪 那股吞噬一切的毁灭力 只复制了其形 而无其意 假冒的伪劣品罢了 看来白虎前辈没有说错 他们无法复制石兄的力量 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 也敢仰望青天 洛明冷笑 他们怕是不知道 自己借助了白虎的力量 战力已经飙升到黑玉籍 几个赤玉籍的小卡拉米 也敢来拦他 未免太小瞧他洛明了吧 老实说不来个几个王者 他都不放在眼里 破 洛明甚至没有动手 他只是冷哼一声 杀气成风 一股石杖大的杀戮之风 化作利刃标射而出 那洛明现在 肯定已经被自己 引以为傲的技能 狠狠教训了吧 其余三兽大笑起来 这些技能 可是建立在百国 千千万万败在 洛明之手的强者的尸体上的 多亏了他们的奉献 上帝之手 才能一比一地 复刻洛明的能力 这一击 足以将他中创 甚至不需要你们出手 我一人急 复制饕贴大笑出声 可很快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感觉到 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 以极快的速度 势如破竹地 朝着他这里冲来 能奔涌而出的血色海洋 转瞬间就被那 强大的力量给撕开了 而且 还在靠近 躲不开 这个念头 刚刚从脑海之中生起 吃 十丈大的杀戮之风 便是直接呼啸而至 仿佛将虚空都给切开了 饕贴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便连人带枪 被这一刀撕成了两半 一道血痕 从他的脑袋上流下 扮上之后 碰 饕贴的尸体 直接炸开 两段被劈开的血色长枪 从天空中坠落 其余三兽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复制饕贴就没了 没错 就这样赤裸裸的的 被一招秒杀了 这 这怎么可能 饕贴 被杀了 不对 洛明怎么可能有 这么强大的实力 根据他在雄关正道之战中 展现出来的实力 他顶天了 也就堪比赤鱼三间 我们可都是赤鱼巅峰的实力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来的不是洛明 是谁 到底是谁 难道是炎夏天王 在三寿震撼之际 远处的天空 银色大场烈烈飘动 手持杀星九重刀的身影 缓步朝着他们走来 他一步踏出 虚空便是泛起一阵阵的涟漪 人还没走到 那漫天的杀意 便是以他为中心 疯狂地朝着四面八方 扩洒而出 将三尊复制兽 直接笼罩 彻底断了他们的退路 你 是谁 他们满脸骇然之色 炎夏应该没有这种怪兽的天王级强者才对 你们不是一直在等我吗 怎么连我是谁都认不出来了 复制了我的力量 不认得正主了 几个冒牌货 洛明轻声笑道 他倒提手中的九重刀朝着他们走来 压迫感宛如一尊神灵复苏 震得三兽头皮发麻 你 你是洛明 这怎么可能 你竟然还有新的怪兽 这样的话 你有五头怪兽 这是什么怪兽 完全没有显露在大众视野中 你隐藏得好深 Advertisement 复制穷奇惊恐地说道 哼 显露在你们视野中 然后被你们复制吗 你看我像傻子吗 一群蠢货 自以为是得复制我的力量 真以为假冒伪劣的产品 能和正主一战吗 你们对我的了解 构成不了百分之一的我 哄 洛明一步踏出 虚空直接炸开一圈气浪 随后 他的影子就出现在了三兽的身后 即使知道洛明出手 三人也完全无力反抗 因为他们 已经被杀器给控制住了身躯 刷 一刀扫出 复制穷奇的脑袋 当场被洛明削了下来 另外两兽直接恐惧地浑身发抖 别 别杀我 我知道错了 实觉战将大人 对对对 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 不要杀我 呵呵 洛明冷笑 顶着石兄的身躯说这种话 真龙和朱燕可从来不是这么不堪的 还有 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吧 我 可不止五头怪兽啊 不然 我凭什么叫实觉战将啊 此话一出 两个复制兽 瞬间瞪大了眼睛 实觉 难道说 这个实觉是指 你有 石头怪兽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有人类身负石头怪兽的 这还是人吗 两人惊恐地哀嚎道 石头啊 根本不敢想 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石大图腾 便是为我的石头怪兽 量身打造的 你们 真以为能复制我的力量吗 两兽直接头皮发麻 若真是如此的话 石大图腾一开始 就应该是属于洛明的 那他们灯塔 上帝之手和废墟之中的怪兽合作 算计这个 算计那个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切都是 为了洛明做嫁衣吗 不可敌 我们赢不了他 他是 怪物啊 完了 上帝之手和灯塔 全都完了 两兽心中刚刚升起这个念头 便见洛明抽刀而出 斩下他们的首级 紧接着 杀气之风 瞬间将他们的残躯 撕裂成碎片 死的不能再死 欧依 我的对手从来不是你们 灯塔石王 才是我真正的目标 洛明拎着刀转身离去 他随手将一块表丢在地上 三十五秒啊 倒是比想象的快 仅仅三十五秒 上帝之手 倾尽全力打造的四大副之兽 全灭 在言下实觉战将面前 他们引以为傲的科技 宛如一个笑话 而这 仅仅只是落明之怒的开始 接下来 他要虎啸灯塔 本章完 第362章 沦为笑话 落悬战双强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以四兽的实力 现在应该已经镇压落明了吧 上帝之手总部 负责人一脸傲慢地坐在转椅上 这落明连灯塔都进不来 就被收拾了 这一下子 真的要笑掉大牙了 等四兽将图腾带回来 我就是上帝之手的大功臣 博士大人一定会给我非常非常多的奖项 节节节节 这负责人 已经开始浮想连篇 他坐在椅子上 掩饰不住地得意 疯狂地大笑着 那笑声让人不寒而栗 大 大人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四兽已经宰了落明了吧 嗯 明可以倒过来 什么倒过来 四兽已经被落明宰了 你说什么 负责人刷一下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根据生命仪表监测显示 四兽在遭遇落明之后 勇猛抵挡了对方35秒 然后英勇逝逝 负责人 不是 35秒 你认真的 这不就是跟秒杀没区别吗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落明他自己的复制体啊 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 多少的心思 浪费了多少的资源 你跟我说 竟然只阻挡了落明35秒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不承认 难道落明他是什么 负责人发疯般地怒吼起来 自己得意之作 竟然只挡住了人家35秒 杀之机都比这更久啊 赶紧 赶紧通知石王会的诸位大人 言下落明已经杀过来了 战力强大 请石王会的大人 速速处决落明 负责人连滚带爬地 冲到通信器面前 言下的落明 杀来了 灯塔巨阵 上帝之手引以为傲的科技产物 号称百分百还原落明的怪兽之力 在阻挡了对方35秒后 堂堂落幕 这消息已经传出 所有人脸色都白了 一个小辈 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牛逼了 落旋现在是什么情况 落旋已经杀到林家门口了 落旋一人独占林七天 李远阳不落下风 石王会已经有王者 赶往林家阻击落旋 落明杀来了 他马上就要赶到华顿市了 快去请石王会的大人们 华顿市郊区的某座庄园 金色的身影 宛如巨人般 矗立在大地之上 落旋的背后 背负着阴阳八卦阵图 而他前方 是宛如魔山般矗立的林七天 盖天魔源 他手持一根漆黑的深渊巨棒 浑身上下的 毛发深处的经络之中 流淌着岩浆般的血液 林七天 你又嗑药了 你这垂垂老朽的身子 还能再坚持被改造几次 落旋冷笑道 呵呵 彼此彼此 落旋 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而且 只要我获得图腾 我就能活出第二式 逆天改命 而你 今天绝对会死在这里 林七天问声问气地开口 他有齐天之志 不惜一切代价变强 就是为了要活下去 Advertisement 图腾更是他一生所求 为此不惜杀害亲女儿女婿 背叛言下 你真以为灯塔国会把图腾交给你吗 你也太天真了 林七天 呵呵 所以我说了 落旋 你不懂我 更不懂我的志向 你所求的 只是那一亩三分地 而我 需要征服的是整个世界 是星辰大海 先做盘中棋 再做直棋人 我林七天 终有一天 能掀翻这世界的所有棋盘 成为制定规则的人 所以 你是心甘情愿被灯塔国利用的吗 除此之外 我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与其坐以待毙等死 不如放手一搏 毕竟 偌大的林家 都是我搏出来的家业 不过 落旋 你是看不到 我实现雄心壮志的那一天了 你已经是将死之人了 李兄 上 杀了这家伙 魔元垂胸顿足 发出怒吼 落旋 你杀我李林 他乃一代霸王 有机会成为 沿下天王级强者 你竟然杀他 这个仇 我绝不能不报 沿下不帮我 那我就自己出手 李远行 是一头巨大的白色人形三头杀 手上拎着一把银色的抗龙剪 杀气腾腾 他也是一尊老牌天王级强者 可惜如今年迈 垂垂老矣 单打独斗 或许不是落旋的对手 但二达一 确实不弱于对方 你得打快点了 不然等灯塔石王赶到 你就没有机会了 雷西亚传音道 我也在好奇 为什么灯塔石王现在都还没有赶过来 洛璇回应 雷西亚沉默了一下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我怕你分心 但是现在应该是藏不住了 最新消息 岩下国内 石绝阵将正赶往华顿市 如今已杀至灯塔 石王前去阻挡 换言之 是你儿子的出现 吸引了石王的注意力 此言一出 洛璇瞳孔大震 是 明儿 他竟然 来了 可恶 这孩子怎么这么傻 叶长安他们 怎么会放洛鸣过来的 洛璇发觉自己 没有时间在这里浪费了 石王已经动身 他儿子很危险 他要速战速决 陆武 火力全开 哄 他拎起拳头 双手泛起金光 似能一拳垂山倒 朝着二人杀去 三尊庞然大物 在林家庄园开战 震天的动静 几乎要把这一块土地 都给打沉了 这洛璇 为什么突然发疯了一样 李远行面露惊讶之色 我猜 应该是洛鸣杀来了 林齐天的目光 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洛鸣杀来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为了洛鸣体内的图腾 他目光看向李远阳 死老头 就让你在这里陪洛璇玩吧 我要去拿图腾了 一旦得到图腾 他会马上远顿灯塔 逃往废墟之中 到时候天大地大 谁抓得到他 等他彻底融合图腾 再杀回来 那便是拥有 宛如兽王般强大的力量 足以镇压一切敌 不知死活的玩意 还想报仇 我林齐天可是要成霸业之人 怎么能和你的贱命比 动 他挥动深渊魔棒 一棍杂象落旋 你去陪我那愚蠢的女儿吧 阿基 本章完 第363章 三王狩猎 无尽杀伐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哄 魔元奋起千军棍 随后横空压下 大气都仿佛下沉了一剑 碰 落旋台长 双手演化出阴阳图 挡住了这一棍 嗖 另一边 三头白沙挥舞着抗龙剑 朝着他扫来 猙獰的脑袋 也随之啃食向落旋 滚 他周身一阵阵筋芒涌动 抬手瞬间便捏住了魔元手中的铁棒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和你们浪费 我儿子在等我 落旋仰天长笑 杀至癫狂 他头顶的阴阳阵图将整个邻家状元也笼罩了进去 刷 陆屋的背后展开金色双翅 这遮天蔽日 一扫之下 竟是瞬间将李远行扫飞了出去 哼 等你 他等了你这么多年 也不差这点时间了 你儿子在被人欺悟 给人兢兢业业当了三年舔狗的时候 你在哪 你儿子被学校退学的时候 你在哪 你儿子被战王以施压人的时候 你在哪 别装了 你也不是什么称职的父亲 落旋 我们是一样的人 魔元狂笑 他拎着魔棒 没有任何技巧 只是一下一下地砸下去 林齐天在扰乱落旋的心境 心境一破 毕生破绽 李兄 你先缠住他片刻 我要施展必杀一招 彻底葬送落旋 林齐天大吼道 好 哄 魔元身躯向后退去 白杀取而代之 当当当 抗龙剪砸在落旋的双掌之下 他不比魔元 以至高龄 一身实力衰退 奈何不得落旋 林兄 你的大招酝酿好了吗 不一会儿后 李远行快要撑不住了 他大声问道 可并无回应 他转头一看 好家伙 林齐天人没了 草 林齐天 你特么的坑老子 这边 落旋怒吼着 一记昆吾神掌拍出 当即将白杀的一颗脑袋 打成了血沫 大气被撕开 魔元巨大的身影 飞过天穷 石王已经赶到 洛明和石王在佛罗里达州开战了 石王到场三人 无罪王 黑日王 白岁王 两位中三王 一位下三王 三王狩猎 太可怕了 那洛明太吓人了 黑日和白岁都是黑玉三阶的强王 无罪也是黑玉一阶 三人联手 竟然挡不住一个洛明 疯了 洛明一个人横推了佛罗里达州 他有隐藏的怪兽之力 那是白虎 杀青白虎 林齐天听着耳机里的播报 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是见过洛明底牌的 这小子 怪兽多得离谱 图腾也多得离谱 这个消息其他人都不知道 只有他知道 只要拿下洛明 他能得到树莓图腾啊 这就是图腾的力量啊 太无敌了 竟然让洛明一个普通阵将级 拥有对抗三王的实力 图腾 我一定要得到图腾 不惜一切代价 图腾一定是我林齐天的 魔元仰天长啸 化作黑芒骤然消失 佛罗里达州 白虎持刀而立 三王呈现一个品字形 将它包围 黑日王是一尊巨大的蝗虫怪人 全身漆黑 复眼宛如两轮巨大的黑日 吞噬了一切光芒 其身上多处长出镰刀般的触角 出手间 一道道红光缠绕 无比炽热 白虎王是一只白米高的长毛雪人 一步踏出 方圆十里大地 都被深寒的尖兵覆盖 举手投足 便是满天冰晶龙卷 他甚至能将整个佛罗里达州 都给冻住 无罪王手捧厚厚的金书 身披漆黑法袍 一袍底下 竟然是一个独眼怪人 他嘴里碎碎念 经书上的文字 竟是一个个化作实质 悬浮在他身后 如背负万卷经文 言下落明 谁给你的胆子 擅闯我灯塔国的 你想引起战争吗 白虎王冷冷的质问 他人身是一个白发少年 声音稚嫩 清脆 颇为好听 这是我个人的事情 和言下无关 落明平静回应 而且 你不觉得 这样很好玩吗 Advertisement 顿时 三王瞳孔一说 好玩 被我们三尊王者包围 你竟然还能说出好玩 胆大包天 实在是胆大包天 我算算啊 你灯塔有双会 被叶长安前辈 和我父亲一人杀了一个 现在就剩八个 不对 应该这五个 因为 你们马上都会变成死人了 落明张开手 杀气之风 以他为中心席卷出 瞬间覆盖了大半个佛罗里达州 天象再度发生一变 凝实的杀气 化作巨大的白虎 黑云披战袍 雷霆眼兽纹 看似是三王包围了落明 实则 三王现在 正处在天地异象 巨大白虎的魔爪之下 怎么可能 他身上怎么可能会爆发出 如此恐怖的气息 这力量 都已经逼近上三王了 无罪王面露 骇然之色 一到异象 便能覆盖大半个佛罗里达州 这实力 在战雄榜上 都很少有人能做到 这是黑玉五阶 上三王的领域了 到了黑玉级 每一阶之间的实力差距 那都是天差地别的 下三王一般都是黑玉 一阶二阶 中三王基本上都是 三阶四阶这个水平 上三王则是五阶六阶 而黑玉七阶开始 那就是战雄榜前十 人类天花板的战力了 天赤圣团上一任圣团长 就是这个领域 可惜他战死了 夜流空也有希望达到这个领域 可是他当年 本源被创伤 难以存尽 杀了他 这是大祸 让他活着 往后我们灯塔 再难过一天好日子 要知道 百国之中 对洛明的评价 堪称可怕 甚至有落后地区 已经有人开始声称 洛明是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 他是有望以一己之力 对抗兽王的存在 这样的人物 灯塔怎么允许他活着 上帝 只能由他们来当 其他人 都是一端 杀 三王出手 黑日王挥拳 红色的灼热气息 直接将一座大山给融化了 哗啦 百岁王不知道 从哪里拎出了一杆银色大枪 寒风呼啸 冻结了空气 连空气中抖 出现了一朵朵冰晶 神说你要死 你不得不死 无罪王背后 一连串的黑色蚊子 化作锁链 缠绕像白虎的四肢 蝼蚁 都是蝼蚁 白虎前辈 今日我落明立身灯塔之国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你尽管放心 过了今日 蓝星百国 闻我明者 无不闻风丧胆 杀星 九重刀 本章完 第364章 杀阵图王 王守之绝 杀王之刀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白虎动了 刹那间 九道白虎之影冲出 他持刀破空扫荡 一刀 黑字锁链破碎 两刀 无罪王退 三刀 寒枪被破 空气中的冰晶被绞碎 四刀 白碎王道飞 五刀 撕开融化万物的红光 六刀 黑日王手上触手被斩 七刀震射三王 八刀白碎王手中冰刃破碎 九刀 三王齐齐 被轰飞 大口可血 三王狩猎 不 这是洛铭一个人的宴席 这是白虎大宴 再来 杀戮战窃 杀截大阵 洛铭一手持刀 一手掌天 哄 杀气化作领域 将三王彻底覆盖 白虎图文将地面覆盖 杀截大阵起 杀气镇压三王 而后 天地八方 九尊汉式白虎的虚影浮现 将三王包围 虎视一方 洛铭背后 也出现一尊白虎的虚影 九尊白虎共振 三王脸色瞬间白了 这怎么打 拿头打 这杀气镇压下来 他们全身的肌肉都在悲鸣 净乱 恐惧 白虎王甚至连寒枪都握不住了 怎么可能 这么强大 球员 这不是我们能对付的存在 球员 让上三王 不 让王手来击杀他 白虎王大吼道 怎么样 千木 在距离佛罗里达州不远的阿拉斯加州 有几道人影呆在一块 绿发的千木 王双铜 散发出金光 仿佛在窥视远处的某一场景 洛铭 应该撑开了什么强大的领域计 我看不清了 不过 三王凶多几手 他很强 仅仅出手一次 九刀便击败了他们三个 做好失去他们的心理准备吧 千木 王开口道 他的语气控制不住的震撼 三王齐出 这放在蓝星百国 什么敌人拿不下 光光是灯塔三王的名号拿出去 就能震慑一大片的人了 可如今嘞 三王被洛铭齐齐压制 这绝对的战力差距 让哪怕是上三王之一的千木王 都是心中骇然不已 哎 这么厉害吗 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 皮肤白皙的赤童青年笑道 十王之上三王 血影王 真的很厉害 我感觉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上三王的水平了 图腾真的有这么可怕的力量吗 千木王面露不解之色 王首 血影王开口 我申请出战 狩猎落鸣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他的血了 不急 坐在守卫的王首摇了摇头 还没到时候 王首 再拖下去 黑日他们全得死在那里 为什么不让我出手 血影王对王首做出的决定 感到非常的不解 我不是说了吗 不急 洛鸣 今天一定走不出灯塔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哪怕你们不出手 我也会出手 但是 王首突然抬头 他面具底下的毛子中 闪过极其森冷的寒芒 你不觉得 石王会太久没有变动了吗 有些人已经开始浑水摸鱼起来了 审判和不灭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明 石王会要的是强者中的强者 不是垃圾 垃圾 就应该被清除 此话一出 血影王被吓了一跳 Advertisement 千木王也是无比震惊 所以 黑日他们是被王首抛弃了吗 中三王中 除了黑日 白岁 还有一个驻守在雄关的海刃王 他也会被清除吗 王首的压迫感 太强了 好了好了 千木没什么好怕的不是吗 废物的是他们 又不是你 你不是上三王吗 另外一个身穿金衣 双瞳如同月动的金色神艳的王者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是 是 千木王擦着额头的冷汗点头 说话黄金王 上三王之一 被誉为仅次于王首的存在 千木王是知道的 他其实并不算什么 真正厉害的是他的哥哥 他只是 继承了死去哥哥的位置 再加上自己那洞穿千里的眼睛 才勉强有资格称的上师上三王 他这个王者 狠水 王首若是找到替代品 第一时间就会叫他滚蛋的 这容不得他不紧张 不过 他们几个都死光了 十王会严重缺人 这个空缺该如何是好呢 血影王问道 先不说黑玉极强者的稀缺程度 哪怕灯塔 有新进的黑玉极强者 那也远远不如黑日他们 再怎么说 黑日他们也是 整个灯塔上一人中 极为拔尖的存在了 这个嘛 就从我们的邻居那引不歇过来吧 王首冷笑道 他说的邻居 自然不是严下国 而是毗邻墙壁之外的废墟怪兽 而王首要引渡的 自然也是怪兽了 人能觉醒怪兽 怪兽自然也能变成人类了 我们和怪兽之间互通有无 灯塔不就成了人类历史上 最具有包容性的国家 怪兽之国了吗 王首低笑道 这个主意挺有意思 感觉会很好玩 几人纷纷笑起来 千木王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沫 王首的这个计划 太疯狂了 与此同时 佛罗里达州 杀劫大阵笼罩下 骆鸣提刀 宛如一尊死神一般 朝着三王大步走来 威压震天 吓得三王连连后退 老实了 真的老实了 特么的不知死活 搞什么三王狩猎 结果自己 才是被狩猎的一方 就是你们几个 当初在联邦决议会上 威逼夜流空前辈 要夺我图腾是吧 今天 我就站在这里 你们有本事上来夺啊 我图腾有很多 你们要哪个呢 随着落明话音落下 他身上五道神光冲销而起 竟然是五眉璀璨无比的图腾 三王眼睛顿时红了 图腾 而且是五眉图腾 但是一想到自身如今的处境 便马上眼气息鼓了 死都要死了 还惦记图腾 他敢让我们看到图腾 自然不可能放过我们了 既然如此 和他拼了 黑日王怒吼道 把消息传出去 落明有五眉图腾 整个世界 人类怪兽双方 都会疯狂地猎杀他 言下国内都会震动 没有人就得了他 杀出去 一定要把消息传出去 分头跑 三王怒吼 分成三个方向 想突围出去 在我面前 你们拿头跑啊 哼 随着落明缓缓提刀 九大白虎虚影 收缩为一体 人阵合一 杀王雷黄刀 九合一 白虎环绕在落明周身 随着他长刀指出的方向 白虎做扑杀之状 随后 落明挥刀落下 这一刀 杀你们全部 本章完 第365章 杀三王 齐天智 王首现身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这一刀 杀你们全部 轰轰轰 大阵之中 一道道滔天的雷霆 轰杂而下 落明就这样静静地矗立着 随着他缓慢抬刀 雷霆之力划行巨阶 涌入其身体之中 在其身后 一头身形 若万刃山月般的白虎 虚影浮现 好 白虎周身鼓动 阵阵雷芒 呼啸着一阵阵的杀气狂风 他只是发出一声怒吼 便是阵的虚空 都在颤抖不已 三王被这震动天地的怒吼 生吼的头皮发麻 蹊跷都仿佛要炸开 逃 拿蛋逃啊 这白虎一声怒笑 便是让他们的身体颤抖 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落明 挥刀斩下 哄 沙王雷黄刀的威能 集合了杀劫大阵所有的力量 于是这一刀落下 震慑天地 不 无尽的沙光涌现 滚滚雷芒化作雷朝 无边无际 镇压四面八方 哪怕三人处在三个方位 可这一刀 还是将他们全都包裹了进去 最后 落下 三个方向 逃 可笑 宛如做梦 千丈刀芒浮现 整个佛罗里达州 都仿佛要在落明这一刀下 彻底消失 啊 不 王手 救我呀 三王悲鸣 仰天发出怒吼 下一秒 便被巨大的遮天刀芒吞没 于是便死得不能再死了 落明收刀 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 抬手一握 大阵散去 一切又重新恢复清明 父亲 等我 落明马上就到 可就在他要动身之际 哄 天空中剧烈一颤 随后 一道黑色的巨大影子 遮天蔽日地砸下来 如同山月般 朝着落明轰来 搜 落明一甩背后银色大肠 他身上爆发出一股茫茫雷威 当 杀星九重刀 瞬间抵在那散发着 漫天魔威的魔棒之上 轰轰轰 山月直接炸开 大地也随之塌陷 气压下坠 地面瞬间四分五裂 落明的身躯 自然也是顺势地 朝着地面砸落 我的好外孙 就这么急着来看外公吗 魔员鸣笑着 对落明发出怒吼 凌 齐天 落明一字一顿开口 我父亲呢 你猜 你父亲的脑袋 就像是一颗西瓜一样 被我这样 咚一声 就砸成肉泥哦 凌齐天 节节节地发出怪笑 你放屁 当 他抬刀一阵 将魔棒弹飞 我父亲 又怎么可能被你这种杂种杀了 上一次若不是你逃得快 你已经和灯塔双王一样 成为我赋予长安前辈的枪下亡魂了 哼 牙尖嘴利的小子 我今天拿下你 你父亲不还是得乖乖地束手就轻 魔员腾空而起 一棒子朝着落明砸来 好 他皮肤底下 爆起的血色经脉 散发着惊人的红光 魔员整个人都拔高了一大减 你这是 拿命在战斗啊 落明如何能看不清楚 隐藏在他毛发下的那些血色经脉 全都是人造血管 连接的地方就是他的心脏 持续地鼓动魔员的心脏不断造血 消耗的全都是他的生命能量 这样下去 魔员绝对活不久 杀了你 我就活得久了 灵奇天仰天长笑 Advertisement 有了图腾 我不仅能活下去 我还能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 所以给也死 吼吼吼 灵奇天发疯似地开始咆哮 或许是他低估了落明的实力 又或许是因为他急于求成 没有调查好有关落明的信息 反正 灵奇天惊了 以他黑玉籍的实力 屡次出手 竟然拿不下落明 你这 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强 灵奇天面露骇然之色 落明所爆发出的实力 让他由衷地感到害怕 对 三王狩猎 三王去哪了 这是他想起来 之前三王已经出手狩猎落明 可现在三王呢 人呢 为什么就只剩下落明一个人了 他之前出手太急 忘记了思考 三王怎么不见了 你问我三王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 送你去找他们了 落明冷笑 周身雷微开始爆发 灵奇天瞪大了眼睛 他面露恶然之色 你 你杀了三王 你怎么可能杀到了三王 你是怎么做到的 以你的实力 这怎么可能 他不敢置信地怒吼质问道 有什么不可能的 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三王已死 接下来 就是你 我的好外公了 好 震天动地的唬响声在现 落明背后 一尊惊眼黑纹白虎的虚影浮现 雷微杀气蹦射 落明缓缓竖起手中之刀 这一刀 送你上西天 沙王 雷黄刀 哄 下一秒 落明挥刀斩下 灵奇天感觉自己瞬间被锁定了 根本动弹不得 这 这是什么感觉 这个力量 是什么 他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这一刀下 他会死 为什么 他的外孙 怎么可能变得如此厉害 不可能的 自己辛辛苦苦努力奋斗 为沿下南征北战数十年 这才走到如今这个位置 获得强大的力量 可他呢 这个小鬼才多大 他凭什么能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难道天赋就真的这么 让人黯淡无光吗 凭什么 这到底是凭什么 与生俱来的天赋 真的能碾压所有后天的努力拼搏吗 他不甘心啊 不甘心啊 我灵奇天 不信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哄 他腾空而起 竟是直接朝着骆明的刀芒冲了过去 魔猿拎起黑棒 要打碎一切命运的不公 刷 刀光棍影 在下一秒相撞 当 灵奇天 灵奇天手中的魔棒 瞬间断裂 而后 他瞪大了眼睛 顺身汗毛倒数 这一刀下来 他真的会死 啪 就在灵奇天绝望之际 一只大手 拦在了他的面前 很抱歉 这个人 你不能杀 与此同时 另外几道人影 也横空出世 言下人 我承认你很厉害 但是这场闹剧到此为止了 灯塔 不是你这种贱民 有资格肆虐的地方 结结结 言下人 要不要成为我的魔使啊 你很强 血液一定也很可口 我可以勉为其难 赐予你一个永生的机会啊 灯塔上三王 千目 黄金 血影堂堂登场 而为首之人 便是那抬手 捏住沙王 雷黄刀的石王会之手 王手 本章完 第366章 血影 黄金战洛鸣 王手直气灵奇天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王手的实力自不用说 黑玉七阶 联邦决议会 十大议员长之一 那自然是强的没话说 哪怕洛鸣 现在动用白虎的力量 暂时的机身黑玉疾 也只是堪比黑玉五阶 各种差距之大 异于眼表 所以 他最强的一招杀王为黄刀 才被人这么轻易地挡住 到此为止了 严下人 零七天我留着还有大用 你动不得他 王手淡淡地说道 与之相比 我想给你看另外一样东西 王手悬于虚空 面色淡然地拍拍手 哒哒哒 飞机的轰鸣声传出 洛鸣定惊望去 只见高空之上 有一台黑色的飞机掠过天空 上面绑着一尊金色的庞然大物 父亲 他面露惊恶之色 洛鸣 我现在 给你两个选择 一 交出图腾 二 我们杀了你的父亲 你自己选 王手淡淡地开口 在凌家庄园一场大战中 李远行最后成功被洛鸣斩杀 但他也被后来赶到的灯塔上三王给镇压 请拿 只要有洛鸣在 便不用害怕 洛鸣不束手就擒 图腾 还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放人 洛鸣冷冷地开口 图腾 王手和洛鸣相对而立 开口道 放人 图腾 哄 洛鸣眸光杀意四射 浑身爆发出惊天的雷芒 他朝着那高空的飞机冲去 节节节 若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让你把人就走了 我们也不用活了 刷 血影王冲了出来 一股血雾 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 刷 遮天蔽日的翅膀张开 竟是一尊通体漆黑的巨大蝙蝠 SSS 疾怪兽 血浮神 当 血浮神探找 洛鸣挥刀而上 与之隔空对撞 哄 煞时间 两人同时朝着远处倒退 好强的一刀 血浮王看着自己手上那一抹 闪烁着滚滚雷威的刀痕 不由得面露骇然之色 被克制了 白虎至杨志刚的霸道杀伐雷威 绝对地克制着他那阴邪的属性 真的打起来 血影王和洛鸣 露死水手 还真不好说 只是 在场可不止一个血影王啊 血影 你怎么回事 越活越过去了是吧 一个矛头小子 都能伤到你 黄金王迈步走来 随之冷笑道 要论实力 他绝对比血影王要强大不少 小子 王首的话 你没听到 要么交出图腾 要么宰了你爹 你自己二选一 洛鸣目光森然 他背后再度浮现白虎之影 我还有第三个选择 那就是 宰了你们 哼 杀星九重刀 携带着万军奔雷之势 破空扫向 血影王和黄金王 呵呵 无知者无畏 有意思 既然如此 那就 哼 他身上 一阵金色的气息 冲销而起 在空气中 一眉眉道道金芒 化作一眉眉硬币 宛如质般地缠绕在他全身 Advertisement 我是灯塔黄金王 执掌天金宝库的 黄金全能者 一尊通体 如黄金般打造的人身 龙手兽影 出现在虚空之中 他只是微微一抬手 背后便出现了 无穷无尽的 由纯金打造的刀枪剑戟 满天遍野地 从九重天雀之上 垂落下来 全都瞄准了落明 只要黄金王一声令下 便足以将他射成刺猬 这就是黄金王的 天金王兽的能力 掌控天金宝库 无尽纯金财宝 甚至有说法 黄金王的纯金财宝 若是完全流落到市场之中 黄金将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不值钱的金属 可想而知 他宝库中 纯金财宝的数量 有多夸张了 这简直是可以让 全人类疯狂的财富 有黄金王和血影王 一起出手 落明无论如何 都难以救下他的父亲 林齐天 你也是废了 堂堂言下的天王 连一个后起之秀 都拿不下 王手目光鄙夷的 看着林齐天 林齐天面色难看 他刚想要发作 却见王手画风一转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 林齐天摇头表示不解 很简单 林齐天 你不是一直想要图腾吗 我现在给你这个机会 林齐天目光一瞪 你的意思是 哼 王手大手一挥 一道金色的图腾 从他的掌心浮现 图腾我一直都有 但是图腾是有生命的 他也是 会认主的 只有被图腾认可的人 才能成为图腾的主人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有资格的 林齐天 你觉得你配吗 王手在说明 什么林齐天都不在搭理了 他只是如痴如醉地 看着王手手中 悬浮着的那一枚图腾 贪婪 无尽的贪婪 从他的心中涌现出来 这就是他想要的图腾 让他突破天赋的稚图 让他延续寿命 让他变得更强大 让他真正地站在顶峰 闭泥一切生灵的图腾 图腾 天生就该为我所用 他应该和我 创下无尽的霸业 我自然 是配的 王手手中的图腾上 显化出一尊 吼动天地的白毛巨猿的虚影 巨猿浑身遍布金光 动辄便可化作万丈古神 三头六臂之躯 五动汉氏棍 洞穿灵霄 那陡天无尽的战役 更是让林齐天 整个人都控制不住地激动起来 这绝对就是完美符合他的图腾 他和这眉图腾 都有一股与天斗 与人斗的战役 而且 这图腾 还是原类怪兽 王手 这眉图腾 本就是为我而生的 哄 林齐天探出大手 朝着那眉图腾抓去 他眼前闪过了 自己完成那宏图霸业 俯瞰一方 几近乎无敌的场景 心中更是激动得难以自意 嗡 盖天魔猿的大掌 握住了朱焰图腾 王手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并没有说话 也没有行动 他心中有一个想法需要验证 这个想法 关乎于洛明觉醒的怪兽和图腾 以及他本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这其中关系 当真如他所料的话 洛明体内隐藏的秘密 会非常不得了 而林齐天 只是他用来引出洛明身上秘密的一个棋子罢了 盘中棋 直棋人 呵呵 你也配 区区一粒棋子 莫不是还想翻天了不成 此时 洛明手持杀星九重刀 被双王围攻 千穆王在一旁掠阵 洛明的情况非常不妙 他要以一敌三 难如登天 本章完 第367章 败血影 刀指黄金王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嗡 洛明身躯猛然一颤 随后他的目光不敢置信地朝着一旁看去 只见林齐天的手上 竟然握着一枚金色的图腾 其中有白毛朱燕垂胸笑天 朱燕图腾 这是朱燕图腾 林齐天在尝试着融合图腾吗 而且 看样子好像还蛮顺利的 朱燕虽然有些抗拒 但反应不是非常的剧烈 林齐天已经一点点将图腾之力 揉搓到身体之中了 好 图腾 我终于要得到你了 图腾 林齐天怒吼着眼中充满了狂热 这最多融合了十分之一的图腾 他就感觉到一股澎湃的力量流淌在四肢百骸之中 自己那老朽的生命力竟然肉眼可见地开始膨胀起来 哄 插在心脏上的人工血管也在刹那之间轰然炸开 他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 图腾的神力可生死人而肉白骨 比之这些所谓的科技产物要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一定能白齿单头再进一步 届时 哪怕是灯塔的王首又能奈我何 他目光瞥向一旁戴着面具面无表情的王首 心中狂跳不已 王首察觉了他的目光 也是瞬间读懂了灵气天所想 心中冷笑 蝼蚁一样的玩意 你真以为你配得到图腾吗 王首低语 朱焰图腾只是一个媒介罢了 引出洛鸣身体之中隐藏的秘密的媒介 和我们两个开战 你还敢三心二意 当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血影王挥动力爪 一道道血光破空朝着洛鸣扫来 巨大的蝙蝠张开翅膀 宛如鬼神般扑杀向洛鸣 沙王雷黄刀 白虎虚影再现 洛鸣浑身爆发出杀戮战器 锁定血影王 这个气息 妈的 血影王感觉身体仿佛陷入了泥沼之中 难以动弹分毫 你也是个废物啊 血影 黄金王通体如同镀金的雕像 双手抱胸 龙手青苔 哪怕他们都是悬浮在虚空之中 可黄金王占的身位 却还是比他们要高上一大截 这是属于他的傲慢 黄金王曾经放言 这蓝星百国除了王手 没有人有资格让他动用双手 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 别逼逼了 赶紧出手 留着你那宝库卖钱嫖娼呢 血影王破口大骂 和傲慢的黄金王比起来 他绝对要粗笔很多 满口误言晦语 动辄便流连于花街柳巷 哼 废物 刷 黄金王微微抬手 天语之上 纯金打造的刀枪剑戟 便宛如利剑般疯狂涌向洛鸣而来 轰轰轰 虚空被撕开 满天的兵戈闪动 自四面八方将洛鸣彻底围住 出道啊 小子 是杀我 还是对抗黄金王的神 兵 血影王冷笑道 白虎真甚 洛鸣冷哼一声 小样 还对付不了你了是吧 哼 他背后 一道白虎化身腾空而起 白虎扫出利爪 横空砸下 将万千兵戈砸飞 随后 落鸣闪身 这一刀 斩你一意 雷鸣在咆哮 狂风在飞舞 刷 这一刀落下 血影王面色大变 该死的 这小子还有后手 他背后双翼张开 一阵阵雪光化作遮热的屏幕 挡在身前 轰轰轰 一道道血色屏幕被撕碎 血影王身躯狂退而出 混蛋 该死 吃了 血色屏幕被撕开了 洛鸣的身影 已经闪到了他的面前 蝙蝠还有最后一招 那便是音波攻击 他张嘴 又要发出咆哮 但是在这之前 洛鸣先是动手了 Advertisement 好 一道震耳欲聋的唬哮声传出 苍穹爆炸而开 蝙蝠尖锐的音波 瞬间被怒吼的 王者之音 撕得粉碎 硬生生把他憋了回去 随后 洛鸣道提杀星九重刀 刀柄一挥 砸在了血影王的脸上 在我面前 你也敢张嘴 砸虫 哄 血影王瞬间化作一颗流星 倒飞出去 狠狠地砸向大地之上 洛鸣持刀傲力虚空 淡淡地斜腻了他一眼 菜 就多练 输不起 就去死 血影王身体 不受控制的倒飞 他怒吼声 震撤天穷 混蛋 我一定要吸盖你的血 多少年了 身为灯塔上三王之一的血影王 他有多少年没有被人击败过 多少年没有受到过如此的屈辱了 第一次啊 这真的是第一次 他真的小瞧了这个小子 洛鸣没有再去看他 区区手下败将罢了 败在他手上的敌人 从来不会被他放在眼里 给你时间追赶 直到看不见背影 接下来 轮到你了 洛鸣提刀 指向半空中的黄金王 黄金王眉头一挑 你认真的吗 血影可没有这么容易被你击败啊 他低语道 随后 一道通天的血色光柱 冲上虚空 小子 这是你逼我的 哄 顿时 顶天立地的血色蝙蝠 从大地之下爬上来 血影王疯狂地发出怒吼 数百米的身躯 一脚就能将地面踩得四分五裂 死了 血影王直接探手 朝着洛鸣抓去 在他巨大的身躯下 洛鸣渺小地宛如一只蚂蚁 怎么样 完全踢得血影 够大吧 黄金王浅笑挑衅道 我还是原来那句话 菜就多练 输不起 去死 洛鸣单手 用力一捏 随后 恐怖的杀戮之力量波动散发开来 自血影王的身躯之中 朝着四面八方乱窜 破 血影王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他捂着胸口 直接半跪在了地上 他惊恐地望着洛鸣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这力量 是 破 体内的经脉瞬间崩开 血影王不敢动他 他多动一下 仿佛自己肉体就要崩坏了 我把杀戮战器 遗留在了你的身体之中 覆盖了你的每一寸经脉 只要我一声令下 杀戮战器爆发 你就是戴宰的羔羊 大又怎么样 大点的蝼蚁罢了 洛鸣的拳头 瞬间钻紧 碰 血影王胸口 浮现一个巨大的血洞 哄 他直接仰面朝天 倒在了地面上 血影王 拜 我早说了 让你上 你不听 现在好了 队友没了 你不上也得上了 滚下来与我一站 我不喜欢抬头看人 洛鸣抬刀指指黄金王 黄金王眉头直跳 高傲如他 第一次被人拿倒指着 真的有些让人动怒了呀 本章完 第368章 点燃图腾之火 夜流空 雄士百国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有点意思 这实力确实有点强啊 不过 王守抚摸着下巴 你体内那残余不多的力量 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呢 他冷笑道 洛鸣的战力 是靠白虎真灵而来的 但是现在 他接连经历大战 白虎的力量 已经开始缓缓消散了 也就是说 洛鸣现在的战力 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而他面对的敌人 还有很多 黄金王 以及他堂堂王守 而且 王守微微猝眉 上帝之手的强者 还没动呢 上帝之手中 有废墟化人而来的 强大怪兽 有几尊 那可是兽王守护战兽级别的 实力不弱于他 若不是不想太大张旗鼓 他们早就动手猎杀落鸣了 所以 这个小子 还能撑多久呢 四 头好痛 一直被捆绑束缚着的洛璇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一眼就看到了 位于下方 刀指黄金王的落鸣 米儿 洛璇用力晃动着自己的身体 被锁住了 纯金锁链 是黄金王的手笔 在林家庄园 他斩杀了李家老太爷李远行的时候 正要赶来佛罗里达州 在半途遭遇了王守几人 随后 被黄金王他们镇压 就失去意识了 明儿 他体内的力量 是白虎 你儿子借助了石兄白虎的力量 陆吾低沉的声音 在洛璇的脑海之中响起 不过 这个白虎之力 已经快消散了 等白虎之力彻底消失 他的实力就会恢复原状 看来 你这儿子为了救你 短时间内 已经经历多次大战了 陆吾到 陆吾 我还能站吗 陆吾沉默了一下 洛璇 你知道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吗 你的生命之火 马上就要熄灭了 现在你的意识 还是靠我的力量维持着 我在这个世界 恢复了一点实力 但是并不足以 支撑你再站一把了 可是 我不能看着我的儿子死去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陆吾沉默后 开口道 什么办法 点燃 最后的图腾之火 陆吾 你这是什么意思 洛璇惊讶问道 你应该知道 实兄体内都有图腾 图腾本身是实兄本源所化 而我陆吾 和实兄一脉同源 我体内自然也存在着图腾 你要点燃你的图腾 洛璇面露亥然 洛璇 我们是契约关系吧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 是为了寻找实兄 而你则是为了自己的爱人复仇 我们一拍即合 所以缔结了契约 我寄宿在你体内 让你活过来 你帮我寻找实兄 而现在 我已经找到实兄了 找到了 你是说 没错 实兄就隐藏在你儿子洛鸣的体内 他就是这个世界 实兄选择的继承人 所以 我并不纯粹地是为了你 我还是为了实兄 为了他们选中的继承人 保护实兄 是我的使命 你不需要对我有任何的愧疚 洛璇 陆吾 一直以来 我都非常好奇一件事 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你 陆吾 你到底是谁 洛璇疑惑地询问道 我是陆吾 昆仑山的守护者 同时 也是实兄的守护人 白虎能为了他的继承者牺牲 我自然也能为我的守护对象牺牲 洛璇 接好了 这就是我最后的 图腾 哄 洛璇内 是自己的身体 发现一枚金色的图腾 在熊熊燃烧 图腾之中 有一尊巨大的 狐手人参的虚影 他被生久尾 身似山月 目光如电 璀璨无比 陆吾 你 哄 洛璇只觉得自己的身体某处 好像一处闸口被打开了 金色的能量洪流 疯狂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哗啦啦 洛璇的身躯开始燃烧起来 泛起金色的火焰 蹦 碰 当 纯金锁链被崩开 Advertisement 洛璇彻底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他抬起一只手 单手托起了那台直升机 此时 洛璇已经和黄金王交战 可惜 黄金王实力比之血影王要强大太多太多了 洛璇远不是其对手 再加上失去的白虎力量 他已经有些后继无力了 小子 你不行了呀 黄金王冷笑 漫天的纯金宝物再度化作洪流 朝着洛璇砸去 呼 洛璇深呼吸 他将全身的白虎神力凝聚在刀身上 坐以待毙 不是我的作风 站至最后一刻 才是我洛鸣 刷 洛鸣挥刀 随后正要斩出 啪 一只大手 突然按住了洛鸣的刀身 够了 孩子 你已经很棒了 真的很棒了 所以 接下来 有你爹我 你好好休息吧 碰 洛璇抬手将那直升飞机 直接投掷了出去 瞬间被纯金宝物 轰成了碎片 咚 洛璇单脚一跺 腾空杀向黄金王 以大欺小算什么本事 我来与你一战 他挥拳 冲向黄金王 怎么 打了小的 来了老的 黄金王依旧保持着那副姿态冷笑道 哼 我儿子若和你同级 你连和他交手的资格都没有 黄金王雨夜 这确实是实话 同级之内 洛鸣无敌 放眼蓝星百国 这也是必然的 无庸置疑 洛璇挺身而出 对决黄金王 父亲 洛鸣轻语 自己的父亲 明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到底又是 从哪里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呢 洛鸣有些不敢想 但是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可恶 不够 我的力量还不够啊 我还要变得更强 强大到足以镇压一切敌 洛鸣握拳 心中战役 如同潮水般沸腾 洛鸣 此时 勉强吸收镇压了朱焰图腾的林齐天 拎着魔棒 浑身爆发着恐怖的力量 一步一步朝着他走来 力量宛如连衣般泛起 蔓延向四面八方 怎么样 这就是图腾的力量 震撼吧 林齐天争宁笑道 王守平静地看着洛鸣和林齐天 他等待的东西 马上要出结果了 随后 他将目光投向洛玄和黄金王 将死之人 不足为惧 这一把 优势在我 到目前为止 一切事情的发展 尚未脱离王守的掌控 所以 他依旧能保持平静 与此同时 言下方面 我坐不住了 等结果 等结果回来了 人都没了 我要去登塔 叶长安愤怒地说道 坐下 你这实力去了 能做什么 可是 我也不能坐视不管啊 我有说不管吗 叶流空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我说 我去 叶长安瞬间瞪大了眼睛 老头子 你 我已经多年和王守不曾见面了 这一次 是该会议会他了 叶流空缓缓起身 蓝星百国所有人都觉得我叶流空在当年一战中已经废了 可这次 我要告诉他们 受死的骆驼 依旧比马大 叶流空 还是当年那个叶流空 他眼中 爆发出无尽的精芒 本章完 第三百六十九章 做对 那边做对吧 落悬镇黄金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这一次 叶流空打算亲自走一遭灯塔 只为赢回落明父子 而这 也是时隔多年 他第一次正式出手 过往几次 都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包括之前再不列颠对付那尊魔罗鬼兽时 也因为有另外三大天王在场 他并没有全力出手 虽然外界一直有流传 夜流空本源油损等级难以寸进 但从来没有人会说他 夜流空实力 从此就没有任何进步了 毕竟 战力无法提升 格斗技巧 肉身之力 速度 等 都是可以提升的 夜流空这些年 可都没有闲着呀 刷 他一步踏出 黑色大衣随风而动 你们坐镇眼下 灯塔 我去也 说话间 夜流空身形 顿时直冲云霄 与此同时 联邦决议会 除去王首之外 十大议员长全部在位 夜流空动身了 他这是要去灯塔吗 夜流空也是 做事情一点也不考虑后果 他竟然真敢往灯塔跑 派人去警告他 让他滚回去 就说 这是我们联邦决议会的命令 不然他夜流空就是跟决议会作对 那图腾与其留在一个不受管控的炎下狂徒手中 不如给王首 最起码 他是我们的人 那就 派人走一趟吧 高卢基国的一位红衣圣堂主教走出 受命九大议员长 阻拦夜流空 夜流空一口气冲出炎下 赶赴灯塔边境 就在此时 一道披着红衣的身影 从远处走来 他目光傲然 看着夜流空的眼中充满着蔑视 夜流空 你这是准备去哪里 去灯塔 灯塔 哼 联邦决议会有令 你夜流空哪都去不得 给我乖乖回言下去 他趾高气昂地吩咐道 完了还不忘加一句 这是联邦议员长大人们一致的命令 若不遵守 不遵守怎样 夜流空默默地点燃一支香烟 眯着眼睛抽了一口 那你便是再和联邦决议会作对 那就作对吧 滚开 夜流空随手一挥 便做事要再度向前走去 大胆 夜流空 那是决议会大人们的命令 你敢违逆那些大人 那圣堂红衣主教愤怒呵斥 你今天要是敢越过此地半步 你言下便 唉 夜流空深深叹了口气 叽叽歪歪地烦死了 老子要做什么事情 要你个杂种来告诉我 So 他一只手镀满金色湖光 天之剑高握手中 那红衣主教见此 面色俱变 夜流空 你大胆 你要做什么 你敢对我动手 我是受命于几位议员长大人的 你 不等他话说完 一道遮天蔽日 分开天地两界线的金色剑光 直接披露 哎呀 夜流空 你胆大包天 变身 变尼玛壁 剑光之快 瞬间就将他覆盖 这尊红衣大主教 直接被夜流空给活劈了 议员长又怎么样 想教我做事 抱歉 得排队 说吧 他没有在搭理 那砸落大地的尸体 直接再度朝着灯塔赶去 当几位议员长得知 高卢基国红衣大主教之死的命令时 一个个全都面色大变 什么 你说什么 夜流空敢杀人 他要造反吗 Advertisement 嚣张 太嚣张了 这个夜流空给他狂的 几位议员长一个个愤怒地拍案而起 言下是要和联邦对着干嘛 他夜流空代表了整个言下的态度吗 混账 他们没想到 夜流空这么刚 他们派去的人 二话不说 他就直接给宰了 畜生啊 这姓夜的三代同堂 当年那夜宁安 便已经是打遍百国无敌手 培养出来的夜流空 也是如此嚣张 再往下听说 还有一个混世魔王叶长安 单杀灯塔王首的存在 如今新生代 还有洛明这种 把百国天骄踩在脚底 孤身赶赴灯塔 听说灯塔有四尊王者 已经败在他的手上了 妈的 岩下人骨子里就这么牛逼轰轰吗 这四个 没有一个是弱的 若是夜宁安没死 这四人同时成长起来 毅力岩下之巅 熊市蓝星百国 他们这些议员长 都估计隔三差五 就要挨人家几个大嘴巴子了 现在怎么搞 怎么搞 打 他夜流空赶狂 我们就不赶了 我亲自去灯塔 把这家伙抓回来 其中一位议员长开口 这些议员长本质上 是上一代战熊榜的幸存者 上一次战熊榜上 活下来的共计八人 再加上后来扶持上去的 便组成了这九人 再加上如今的王首 而很有意思的是 这九人中 灯塔的三人 樱花的两人 高如基 阿三国的各一人 还有两人是其他国度的 自然要他们帮延下 是不太可能的 可见 哪怕连寿亡复苏之战 人类内部都存在着 诸多的算计 最为可悲的是 在生死存亡面前 人类依旧在内讧 而刚才说话的 便是一位灯塔国的白发老者 行 阿伦斯 你去吧 好好教训教训那夜流空 他最近 做事有点不把我们 放在眼里了 其余几人点头道 与此同时 夜流空赶赴灯塔 佛罗里达州的大战 还在继续 点燃图腾之火后 洛璇战力高涨 他背后演化阴阳两仪异象 竟然把黄金王的纯金财宝 化为己用 卑微的楼也 你竟然敢用你那卑贱的双手 触摸我的财宝 黄金王勃然大怒 眼看洛璇拎着他的两柄 金剑杀来 他气得浑身颤抖 用你的东西 把你宰了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洛璇冷笑道 黄金王面色凝重起来 终于收起了那抹玩味之意 他抱胸的两只手 缓缓放下 这说明 黄金王要认真了 哟 你的手怎么放下来了 我还以为 你能永远保持这个动作一辈子呢 洛璇讥讽道 蝼蚁 牙尖嘴利 他缓缓将手探入虚空之中 在纯金宝库之中 似乎握住了什么东西 远锁天烈 黄金剑 哄 一把泛着金色流光的巨大黄金剑 被他抽了出来 这黄金剑 四下都环绕着金色的雷霆 代表的是 治阳治刚的恐怖力量 旋即 黄金王便是挥动大剑 朝着洛璇一招砸下 昆仑印 洛璇怒吼一声 陆无乃昆仑山守护神 司长整座昆仑神山 他手持昆仑山的质宝 便是那一枚昆仑印 当 昆仑印在口中翻飞 砸在了黄金剑之上 接下来 我会敲断你的两只手 洛璇咧嘴笑道 本章完 第三百七十章 图腾有主 可悲的灵气天 九天十地杀威震 小说 让你觉醒怪兽 你觉醒上古师兄 作者 夜火微凉 这是什么东西 看着翻转的昆仑印 其上似有一座万刃神山眼画 镇压万灵 那气息竟然比自己的 元所天列的威力都要强大 黄金王脸上 第一次浮现好奇之色 就连自己这收纳了天下万斑宝物的纯金宝库中 都没有这种级别的质宝 这东西 非常不得了 黄金王心动了 他发自内心地想要这一枚昆仑印 这东西 这东西很不错 归我了 他领起黄金箭 直击那质宝而去 归你 你算什么东西 哼 我乃黄金王 收纳天下万斑质宝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宝物 都应该是我的 洛璇不屑一笑 昆仑印砸下 三轮攻势 当即把黄金王砸得倒飞出去 你说宝物是你的 我打死你 你的宝物就是我的 可恶 黄金王的虎口隐隐作痛 被砸得双臂发麻 这大印 当真是无比厉害 再来 洛璇再度驱使昆仑印 这一次 昆仑印直接迎风招掌 当真是化作了一座万刃神山 朝着黄金王狠狠砸下 当 紧接着便是再度 当 破 黄金王被砸得 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身躯倒飞而出 可恶 他愤怒得仰天长笑 自己这是要战败了 这怎么可能 他堂堂实亡会仅次于王手的存在 这次要败在洛璇的手里了 最后一印 绝杀你 动 昆仑印再度变大 随后如同神山般 笼罩了黄金王 洛璇双手爆发阴阳两仪 随后双手同时推出 嗡 昆吴神掌 大印轰然落下 砸向黄金王 该死的 他发出怒吼 震动四面八方 可在那昆仑印 即将砸下之时 王手突然闪失而出 单手拖住了那一枚大印 梅尔 你说了 王手 我 黄金王脸色难看 这是他第一次 被人正面击败 你败就败在你太过自负 不过没关系 有我在 你死不了 动 王手瞳孔一震 他的一条手臂 瞬间化作了一只 布满鳞片的漆黑兽肘 硬生生地拖住了 这杂落的昆仑印 接下来 你在一旁看着可好 我有些事情 需要用你的儿子 来求证 王手目光转向 落旋开口道 落旋瞳孔一缩 你要做什么 那自然是 看看你儿子的潜力了 下方战场 白虎挥刀 和魔猿大战 魔猿头顶 笼罩着一片漆黑的乌云 身上更是泛着 朱燕图腾的金光 二者看上去 竟然是这么的违和 无敌的 我是无敌的 拥有图腾的 我是无敌的 林祺天怒吼 可是 洛鸣体内力量明明在衰减 自己却迟迟拿不下它 那图腾神力 在触碰到洛鸣的瞬间 竟然自发地朝着周边 散落游走而去 这让林祺天非常的不解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 图腾 诸杀它 为什么会这样 Advertisement 林祺天疯狂调动图腾的力量 却发现图腾完全不为他所控 我明明已经融合了图腾 成为了图腾的主人 为什么图腾不受我控制 林祺天面露不解之色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真的融合图腾了吗 这时 洛鸣栖身而上 淡淡地质问道 你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林祺天眼中闪过冷意 他摇摇头 别想动摇我的内心 落明痴笑 朱雁图腾的力量 和你的力量精未分明 一惊一黑 你觉得 他真的承认你了吗 不过是你强行把朱雁图腾 和自己绑定在一起 其实你和王首是一样的 你拥有朱雁图腾 你却使用不了它 只是 唯一不同的 你是原类怪兽 朱雁图腾愿意和你带一阵子 王首不是 不过 这一阵子 注定了一阵子 你永远无法拥有图腾 只是为我保管罢了 说到这里 洛鸣浑身气息一变 轰隆隆 隐藏在他身体之中的 抖天战役 全面爆发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我才是 图腾的主人 当那抖天战役复苏 图腾便瞬间不受控制地 在林祺天的体内乱窜 随后冲了出来 和洛鸣的 斗天战役共鸣 林祺天 珍惜吧 这是你这辈子 离图腾最近的一次了 感受过图腾的力量了吧 现在 该还给我了吧 林祺天 豁然色变 开什么玩笑 还给你 替你保管 你个小杂种 哪里知道 我为了获得这枚图腾 而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你怎么知道 就敢这样 放眼替我保管 你配吗 图腾 是我的 林祺天朝着朱燕图腾冲去 可惜朱燕图腾 就像是一个渣女一样 一直把林祺天当作备胎 在洛鸣这个主人来了以后 就一脚把他踹开了 可怜的林祺天 对着图腾舔来舔去 然后图腾 瞬间奔向更好的存在了 洛鸣抬手握住了朱燕图腾 哇 朱燕本源之力 甚至不需要他有任何动作 便自主地与他身体相互融合 瞬间 洛鸣的体内 强大的战役浮现 一尊白毛金光护体的朱燕 在他背后仰天长笑 为什么 图腾 为什么不选择我 林祺天眼睛都红了 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就这样轻飘飘地飞走了 难道他这辈子 命中注定 就不应该拿到图腾吗 可是 他不信命啊 而且最让人难受的是 朱燕图腾从林祺天那飞走后 还顺势带走了他大半的兽能 在白虎之力即将耗尽的时候 朱燕带来的力量 接替了白虎的位置 这一股崭新的生力军 给洛鸣注入了难以言喻的强大能量 林祺天 第二回合开始 接下来 是你的忏悔时刻了 洛鸣刀指林祺天 随后他缓缓开口 朱燕 变 恭喜宿主 获得朱燕图腾 石凶大阵之斗天大阵展开 获得朱燕真身 沙捷大阵和斗天大阵可融合为 九天十地沙威阵 随着朱燕缓缓 他身躯剧烈膨胀 战天斗地九重精神 开 三头六臂 开 法天相殿 开 手持汉式棒 朱燕一跃而起 汉式酒棍 直指自己的亲外公 林祺天 本章完 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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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